有踪 有脚 脚向后侧弯曲 公羊脚较粗大 体曲前低后高 臀部倾斜 短尾小上翘 四季均可配种长高 但春秋两季未多 牡羊的利用年限一般为七到九年 山羊一般在八月零 体重二十到三十公斤左右屠宰 屠宰率为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 发展德化黑山羊对我县 乃至我是山地陡坡草场的开发利用 有着重要的意义 下面请陈州市德化县农业局 木医站陈龙兴高级受益师 为我们介绍黑山羊饲养技术 对外黑山羊的养殖技术要点 一是要转入羊舌建筑 二是要转入总公羊 总母羊 高羊 以及一层羊的饰养技术 三是要转入黑山羊的荒物技术 以及黑山羊的肠症病的抑制和治疗 谢谢陈专家的介绍 下面来详细的看一下黑山羊的养殖技术 一 羊舍建造 一 羊舍地址选择 羊舍建造应选择地势较高 土粮干燥 排水良好 阳光充足 空气流通的地方 羊舍坐项最好是坐北朝南 或坐西北朝东南 要有丰富而清洁的水源 交通方便 但距交通要到一公里以上 二 羊舍建造要求 一 建筑面境 按每头羊平均占地 一平方米 二 羊舍高度 羊舍高度一般在2.5到3米为宜 在修建丹坡市羊舍时 北墙要高于南墙 三 建筑材料 南方可用土墙 砖墙 木板墙和竹子墙等 四 羊舍门 窗 地面 羊舍门 一般宽 2.5到3米 高 1.8到2米 窗的面积 一般为地面面积的四分之一左右 距地面 1.5米左右 利用柵栏 加固 以防羊外钻 凉舍地面 应高于舍外地面 20厘米以上 铺成缓坡 以利清扫和消毒 铺料间地面 则用水泥面或木板铺成 5. 羊床 两舍地面 应高于舍外地面 20厘米以上 铺成缓坡 以利清扫和消毒 铺料间地面 则用水泥面或木板铺成 5. 羊床 羊床离地面的高度 1.5到1.8米 可用木料或竹料做板条 一般间隙 1.0到1.5厘米 6. 草架 用木板条或竹条建造 每头羊 应占有草架长 三十到五十厘米 2. 山羊 四氧管理 1. 总公羊 四氧管理 总公羊 是羊群 蠢种防御 与杂交改良质量的 重要保障 保持中上等的营养体矿 精力充沛 配种期兴于旺盛 经验品质优良 能够出色完成配种任务 1. 配种期 每日每日补业精料0.8到1公斤 并加强运动 2. 非配种期 坚持放牧 适当补味精料 常年补给食盐和骨粉 2. 主母羊 饲养管理 1. 空怀期 在高羊断买后 恢复体矿 选择草制好的草地仿木 经两个月抓标 可增重10到15公斤 为配种 做好准备 2. 润尘期 前期抓好润尘母羊 放牧工作 满足营养需要 后期加强管理 防止流产 3. 哺乳期 三个月左右 前期加强母羊饲养 提高产乳量 后期要酌情补肆 恢复体矿 3. 高羊饲养管理 出生到两月零高羊 主要依靠母乳 也要补肆 2. 到4月零 重点是补肆 1. 胃乳母乳 高羊出生后半小时左右 应让其补食出乳 一直到第五天 乳母羊缺奶 或肠膏后死亡等原因 无法给高羊补乳 应照保母羊 既养 或者人工不如 2. 注意喂草和补料 高羊出生后 10天开始训练吃草料 四味量由少到多 定时定量 3. 疾病防止 高羊出生后 一周 无意发生 荔极 可给认臣母羊 接种高羊 荔极 甲醛军苗 或给出生高羊 口服 土霉素预防 四 及时断奶 一般三个月左右断奶 四 育成羊 饲养管理 四到十八月零 育成羊 应按性别 单独组群 下秋 抓好放牧 冬春季 适当捕饲 甘草 清除饲料 快跟进饲料 食盐等 三 羊群放牧 大群放牧控制在一百头左右 小群放牧五十头左右 庭院圈养十头左右 祖群为家 一 冲击放牧 要防山羊 跑轻 抢轻 可选择 从枯草多的阴谱放牧 逐步过渡到青草多的阳谱放牧 春季晚出早归 二 夏季放牧 选择高灶 凉爽 牧草丰盛 以水方便 文英少的草地方牧 延长放牧时间 早出晚归 中午 不回阳社 选择高灶 凉爽的地方 或在树草下 让羊群休息 三 秋季放牧 是多种牧草 抽碎 结子的时机 牧草子时 营养价值很高 应在这类地区 放牧 或在收割过 庄稼的茶地方牧 晚秋已有早霜 羊群亦晚出晚归 中午继续放牧 四 冬季放牧 选择被风向阳 地势低暖的草地方牧 放牧时 可先远后进 先阴后阳 先高后低 先高后平 晚出早归 缩短放牧时间 夜间不四 羊舍附近留下部分牧地 以便坏天气时放牧 冬季要种植 月冬优良牧草 如黑麦草等 供月冬有 三 幕后不四 羊群数量较少 可将割回的青草 或藤蔓切碎成段 放在筐内 孕养采实 以保持草料干净 羊群数量较多 可用自制的草价喂食 也可以将四草捆起来 钓到羊能吃到的高度喂鸡 四后 让羊自由饮用 四 饲养管理 注意事项 一 合理四味 不料时 应保证四草质量 投料量适中 不会突然频繁更换饲料 二 科学饮水 注意饮水卫生和水量供应 三 适时控温 夏季防暑降温 冬季防灯保暖 四 保持羊舍卫生 每月用消毒水消毒一次 五 驱除山羊寄生虫 每年春秋季 要驱除山羊体内外寄生虫 体内寄生虫驱除 可选用饼牛本蜜座 阿维金素等 防治体内寄生虫 可采用底百虫 浓度0.5%到1% 双甲密浓度0.05%等药育 五 常见羊病防治 一 注射疫苗 每年春秋开展山羊痘 传染性胸膜肺炎 羊三连四方苗 复续五号病疫苗等防疫注射 二 常见病治疗 一 传染性脚膜结膜炎 传染性脚膜结膜炎 又称流行性眼炎或红眼病 其特征是怕光流泪 先侵害结膜 接着研制脚膜发炎 进而脚膜混濁或乳白色 多发于下秋季节 防止措施 应隔离病阳 病阳放在黑暗处 避免光线刺激 以加速其恢复 质量先用2% 蓬酸水或冷茶水 或菊花煎汤冲洗 换眼后 然后选用金霉素 或四环素软膏 或氢化可地松眼药水点眼 每日二到三次 连用五到七日 用青霉素 十万到二十万单位 或可地松 做眼瞼皮下注射 每日一次 二 羊传染性脓胞 本病 以换羊口唇等部位 皮肤 和研磨形成秋枕 脓 溃痒 及油状后夹 为特征 一般在四到七月份流行 其他细节则呈散发性 防止措施 先兼病养 患部除静 尾膜和乱加 然后用0.1%高谋酸甲溶液 或5%蓬酸水 或1%福南西林溶液洗涤 再涂抹点干油 或者消炎软膏 每日一到两次 连续三到四日 高羊出生后 10到20日 皮内接种山羊痘疫苗 100到120日 再次接种山羊痘疫苗 可预防本病 三 高羊缩菌性力气 本病以急性肠炎 或剧烈下粒为特征 主要发生于7日0内高羊 有以2.5日0高羊作发 防止措施 高羊出生后 6小时内口服 抗菌增效剂 剂量按每公斤体重30毫克 或者出生后12小时内 口服土霉素 0.15到0.2克 每日一次 连服三日 有预防效果 治疗可选用土霉素 0.2到0.3克 加等量的胃蛋白霉 调水灌服 每日两次 青霉素 烈霉素各20万单位 混合基础 对于衰弱的高羊 可结合强心补业 四 羊蚌病 羊蚌病 亦称羊戒险病 是由戒满和羊蚌寄生在 加速体表 而引起的慢性寄生性皮肤病 聚氧 湿疹性皮炎 脱毛 患部逐渐向周围扩张 并具有高度传染性 为本病特征 防止措施 药物治疗可选用 一维均素 按每公斤 体重0.2毫克 一次皮下注射 严重的病阳 间隔7到10天 重复注射一次 对戒满的杀面作用 几乎达百分之百 好了 本期节目又渐渐尾声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万元市地处四川东北边陲 位于川陕于三省市交界处 系大跋山复兴地带 这里山川秀丽 资源丰富草木茂盛 早在商周时期 万元人民便开始了山羊的养殖放牧 随着时间的流逝 在万元的人和牛域 也就自然产生了一个山区优良品种 万元板脚山羊 这种山羊 以一对宽大扁平 向后翻卷的脚而得名 主产区分布在万元市的大竹河 旧远 白沙 光度等乡镇 与其他山羊相比较 万元板脚山羊的肩甲部位 长有像马中一样的长毛 体格高大 四肢健壮 肉质细嫩 产肉率达33% 而且板皮治好面宽 光泽度好 富有弹性 是制作高档皮革产品的上等原料 经中国科学院西兰综合考察队1963年发现 并给予了充分肯定 1982年被四川省列为地方优良品种 1997年4月被中国科学院载入龙翼文库 并得到了我国著名养羊专家刘向摩的高度评价 万元板脚山羊具有赖高寒 少义病 生长快 以饲养等特性 既适合山地放牧饲养 又适合农村围栏俊养 是山区人民致富增修的理想项目 下面我们就万元板脚山羊饲养过程中的前期准备工作 和有关技术要领做详细介绍 第一部分 建设的类型及设施 建设是山羊居住、饲养和生长繁育的场所 在修建时 应坚持就地取材、经济实用的原则 羊设的大小 按每只山羊占地面积进行设计 及每只山羊占地面积为 公羊1.2至1.5平方米 成年五羊5.8至1.0平方米 福云五羊2.0至2.5平方米